今天的教育的第一場 佛教 道教 彌奸宗教 幾乎都跟信文風有關係 後來才延伸到其他的出版社 但是有這麼一個大方向 到底是他的這種出版 跟後來研究之間 到底形成什麼樣的互動關係 那我們今天這個下午呢 我們就請所謂的宗壯世代呢 從他們的專業的角度來提出來 對於信文風的出版的一種 一個部分他的貢獻在哪裡 這樣的出版 對於研究的激發 到底形成什麼樣的效應 再提示 大家要談談未來的期望 因為早上老夫子呢 把這個棒交給什麼呢 這個新世代 他有責任的 到底這個交棒以後 這個道綁啊 你怎麼樣來延續老爸的 這樣的一個志願 不是志願喔 我現在模仿佛教喔 不叫志願 叫志願 那這個志願到底怎麼延續 那這個簽車到底要怎麼呢 他們要怎麼講 到底要未來如何再有 跟信文風的一種關聯性 怎麼期望 好 那我們第一位 首先請謝教授開始 好 請 謝謝 謝謝 用麥克風嗎 對對對 麥克風 謝謝李老師 各位 沒有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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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那個李老師 大老闆 各位前前輩 各位同好 大家午安 非常榮幸受邀 就是來就中壯帶 對這個 過去新文風的貢獻 各位前輩學者的貢獻 還有將來的未來的展望 我想提出一些 一些淺薄的一個建議 我想第一部分 就做那個道教的這個部分 新文風的這個出版道教 大概 我們把它分一下 大概有六大類 第一類大概就是道章 這個經典類 道道 道章 這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 大概有正統道章 道章集 中華系道章 那剛剛正如李老師說的 我相信發行最 最普遍受歡迎 而且最好的版本 應該是 就是我們1988年 這個正統道章 因為像我們現在有 台灣道教的這個讀經班 每個禮拜六都在讀經 當我們在版本有爭議的時候 因為大部分我們現在都用那個 數位的索引版 可能像家裡也有三家版或者是 但是最後我們要來查那個 因為你知道那個數位版 有時候重達會有一些字 辨識錯誤 但是我們真正到最後在對教的時候 是用那個新聞封的正統道章版 所以這個還是學者非常依賴的 那譯文的那個實在是很不方便 剛剛李老師說的 所以這個部分 那第二個就是說 在第二部分就是最豐富的 我覺得在全世界可能在宗教出版 道教這個部分 道教儀式 這種重書 這種套書 最豐富就是道教儀式這一類 可能 1995年開始的這個 超本資教授 顏金方教授 王忠仁教授 這個中國傳統儀式音樂研究計畫 一系列出版的這個書 我想再來追 再來 接下來最影響 我覺得很巨大的就是王秋貝教授 這個1999年陸陸續續 這個整個編的中國傳統科醫本會編 裡面有一到十四冊 我們常常說 這個做研究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其實以我的個人的研究經歷 我那時候 我們沒有錢買這個書 那時候 世大還沒買這個書的時候 我們都要買到這種研究院 一定要借這個書 好好來看 所以說這個書對我個人來講 我想對做甜品調查的這個學界來講 林教授來這裡 我想這個是真的是非常幫助很大的一個書 那接下來就是 林教授主編 那我們學生們學協助的這個道牌海涵 第一集2004年就分12類 有20本 那第二集也已經出版2017年 有11類的這個18本 那這個是成都那個老師的一個 在陸陸續續有幾篇文章 那比如說除了在序啊 導論這個部分 他在寫本《道經》 《道法海涵從書》的編型 應用這本書 他寫得非常清楚 新文章這套書 在這個《道教科儀》 特別是在《道帳》所未說的 所未說的這些廣達江西、湖南、福建、廣東、浙江這些 這些抄本這些第一手的資料 都是正統《道帳》所沒有說的 那我們今天要所謂建構明清的《道教史》 一直到明古的《道教史》 《道教的儀式史》 我想如果沒有這些資料的話 很難把那個怎樣 地方的一些《道太史》或者科儀史 或者區域《道教》 現在全世界很熱門的 就像很像拼圖一樣 拼一個大的圓 我們一步一步來拼 這套書的發行就是 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我們都很幸運的可以參與其中 再來就是說 又拉格文先生、李鵬子先生 他們河編的《道教儀式重書》 現在出版了四類 是轉2014、2015、2017到2019 這個書就是說在前任的基礎上 這個第一手的資料 然後我們再做體解、做導論 這個部分呢 還有進一步的還做一些相關的研究 或相關更深入 我覺得這個方向是非常好的 那如果統計以上這個部分 和這些《道教》《以色列套書》的 這些時間大概最早可以到編目 演末明初 一直到明明國 那這區域大概都是在 長江流逸為主 如果以目前出版的這些 大概就是四川、湖南、江西、江西庄書、 浙江、福建、廣東、光溪這個區域 那接著到的《道法》非常的豐富 有正义神香 新伟林榜 这个吕山 梅山 元皇等等 可以说如果要做相关道教科医史 或道教史人 所以送你来的这些新兴道教 一定要利用这些书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确实就是真的是 无人可以出其诱 那新文通在这个部分 确实因为这样的出版 让全世界的研究者 真的可以在这个基础上 站在这个重要权威的主编者的这些剧眼上 在看世界也看得更清楚 那第三部分就是说 有一些比较单行本为主的一些道教经典的这样的一个出版 那第四部分就是学者的研究专注的这个出版 我想新文通一直持续在支持个别学者的那个一个出版 要求非常的严谨 出版的品质非常好 因为无人书也有在这边出版 其实我现在真的是有事要照顾 那第五部分是特别是道教文物展览的专辑 这个部分在对扩大读者的层面领域 我觉得帮助很大 目前当然我所见到就是 道法海岸李丰茂教授 既师门道教文物收藏展还有最新的道尾义和道教以民间文学艺术展这两本出来 这两本出来非常受欢迎 我所得到的一些信息他们不是道教界的人也非常欢迎 我觉得这两步这样的方向当然将来一定要加以再深入的推广 因为现在特别是年轻人年轻时代很需要图像 那第六部分当然就其看类 这个是其他的类都是不定期的 这一类就是定期的 那这方面呢对怎样子啊 对学术的普及 特别是不是在我们学术内没办法用到这一些 可能学术资源去把PDF档索引下来的 这一些一般的读者 我们像华人宗教研究这样定期的出版其实非常有非常有帮忙 好那接下来我就谈一下就是我个人觉得新闻风未来的一个方向 或者是就我们道教这个部分我想可以出版一些建议 我是觉得第一部分就是就那个传承以创新的角度来看 这个我个人觉得估计新闻风的一个品牌形象 是非常的严谨专业经典品质好 但是也列有在那一点点的保守 这个保守不是不好 但是呢放在这个未来的 新闻风已经成立将已经48年了 那现在准备迎接将来的黄金50年 我觉得这个品牌形象是可以可能跟美化优化一点 等于说可以朝向更精致 艺术美感 科技整合 数位人文 全文索引等更创新的这个方向大步迈进 所以我底下就提出几点具体的建议 第一个部分就是所谓的精益求精 这个我在看那个 我举个例子好了 我在看那个李志天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非常有名的教授 他写了一篇文章 道藏集药 以重刊道藏集药所说道教经典的一个比较 夫人就指出目前被道教研究的一些错误了 那这一篇里面 很不好意思 他特别有点名 我们的新闻风 我不晓得新闻风有没有看到 就是说我们在那个道藏集药的电脑说明里面有一段 清康熙史评定求有敢以道门书籍口为仪式 因此编科道藏集药 其他研究这个是有误的 所以有修正的必要 所以我想经益求精就是说 这个即使可能更新在这个全世界的网络流通 或者相关的资料方面可以跟学者一起配合 我想这个是精益求精的部分 那精益求精的部分 第二个部分 我是觉得就是说 加强整体的那个出版的美感跟设计 特别是在封面 因此我提出两个观念 一个就是新瓶装旧酒 就是说我们现在好像也很多出版社 他其实也是可能以前出的书 但是他经过一个优化跟美化的时候 重新表皮 或者是整整体重新设计之后 好像也有这个方向 我是觉得也蛮好的 那第二个就是说 新瓶装新酒 我们新的这个设计 新的那个怎样子 新的书怎么样 当然那个我们现在精装本 是很庄严很典雅 但是可能还可以怎么样设计 那像我看有一些像台大出版社 他们都有找专人的怎么样设计 我相信这个部分也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参考 那第二个部分我觉得应该 比较积极的建构这个资料库 就是说可以 可跨异界整合 或者是在我们的公司成立一个数位人文小组 就是可以就目前市面上还没有资料铺化的 比如说中华 我们中华系道上的初级 或者是我们的仪式类 这么丰富的一些仪式类的套书 我们都可以考虑优先 把它建构数位化资料铺化 那能够让人家全文索眼 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可以卖两个版权 第一个就是卖我们出版的 非常精美版权 第二个就是可以数位版 这个可以卖公司 可以卖很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图书馆收藏 因为我想大家都知道 因为这一部分会 我们这么丰富的知识质量 会面对变得再制 再制完之后 它就变成资料库 变成它在弄 虽然这个是轻换版权的事情 可是我们也不能不防 不能不防的话就是说我们自己来做 其实可能也不是那么困难 那这样子我们建构这套库之后 它很难下载 因为这个数位化资 而且我们可以行销全世界 我想这个是应该可以做的啦 那第三部分 我是觉得可以多跟那个相关的一些单位合作来出版这种道教艺术啦 文物展览的专书啦 这类的数其实真的是很受各界各年龄层的欢迎 而且应该是相当的畅销啦 虽然说目前新闻工已经做得很好 但是我觉得以后可以更积极的主动 譬如说哪个是政府哪个或者是哪个学术单位 其实要办这个 我们都可以积极给它争取 那这样子的话让全世界那个怎样 要想到这个部分不是只有宗教经典或者是套数 这个部分我们也可以把它让它找到 因为现在需要图路需要画面需要图像 这方面以后就找新闻工就对啦 所以说我们是简单的提出这样的建议啦 那祝新闻工这个过去这50年 这是88年有这么多贡献 那将来的黄金50年一定有功德获奉献 谢谢大家 谢谢 各位这个小靠老板大概有两种态度 一个是迎上前去说我来砍的老爸 第二个建议是我去找 这个责任很重 其实那个最近的新闻最新版的政统道账 小英对照了中央图本的版本 事实上有一个更好的版本出现 然后最近呢我也跟小英 他们都联系好有一本书 本来是希望能够感觉起来 但是因为过年这个时候很忙 但出版是很忙 就是 道教研究的资料与研究方法 找了这个台湾跟大陆的 除了我之外都是千壮辈的学者 这个其中包括证人 他也整理了 针对像王老大他们做的这个田园调查 有这一本 那这本书呢 我会再足以把它继续推下去 因为原地呢 就希望给那个高老板做一个 可能是著名寿的一本书 所以刚才那个谢教授所讲的 这样的一个建议我想 小高 有没有贴进去啊 所以责任啊 责任很大 其实这也是全世界共同的期望 所以等一下 要让你来造作回答 我觉得我们一个一个回答 好 一个一个回答 会相对来讲会好一点 谢谢 谢谢 今天到后面就忘记了 对了 好 老师提到说所谓的书籍的 装真和过敏之脚 我想老师看到我们现在新版的政府 道账或什么 这个其实是比手里漂亮还多 其实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有一些老的书 比如说大政兆 我们之前讲这种道账 我们这种道账从前的那个是 像森红色那漆皮布嘛 那个几千道都卖完了 现在重新做 重新做呢 当然我就想做得漂亮一点 好 那我们现在 那个用新的技术做彩色的 然后压纹什么什么 结果这个书啊 卖到外卖到国外去啊 人家第一个百姓说 你们这是原来的吗 因为全世界学者的印象里面 正统道账跟大商丁就应该是 那个暗红色的那个封面 不应该是其他封面 但是这个我想会慢慢会改进 这个我们慢慢改进 所以我们单本书什么的 封面什么其实我慢慢会改进 现在单本书里面比较固定的是 反而是我们那个 点半集成的那个系列 因为那个系列本来就是以 能够通过国歌会的补助什么 我们想要做成一个类似文集的那种情况 那会比较白白一点 那其他部分就会尽量进步 然后其实台湾出版业很惨的一点是 不是说出版业不好 其实你知道装丁印刷装真业也很糟糕 我们现在每次要装丁的时候 我们编辑都知道 我们真的是求爷爷告奶奶 拜托你把我的工作 排上那个你的工作时辰 因为现在很多书像我们的书 你看到很漂亮的那个原被啊 那个要手工作 现在全台北市会做大概只有三家 他们如果不接你的工作你就完了 你就只能够就等着他们做 这个我想我们这个会再想办法啦 看怎么样去处理 那至于老师提到所谓这个往前走的部分 其实我们现在新的书 只要是文字稿的重新打字的 我们都会上亚马学电子书 我们现在陆陆续续在上 目前还看不到回收 我必须跟各位老师很老实讲 因为亚马学电子书其实上去的不便宜 而且它的规格很麻烦的是 文字还好如果是图像的话 它是每一张图算多少钱 所以它转换的过程是很贵的 至于资料库的部分 其实我们一直有在想 也一直有在考虑 人文的东西它要做索引做资料库 当然最简单我们说 做人民索引地民索引那是很简单的 但是索引要做到什么程度 要做到多深 关联性要多强 这个是我多年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因为我自己本身从前在国外 最早就是做资料库出神了 其实技术不难 反而是从使用者的角度 或是从文史研究角度 一个关键词它要连结到多深 要连到多广 这个如果说我们要无限制连结的话 其实这个 所以老师这个就不知道做到什么时候去了 一套大乡丁可能做到我的孙子 可能都做不完 这个是我 西北塔他们做这种东西 如果问题只是做佛经可能还好 如果你要把佛经跟文学 再跟历史 再跟什么混在一起 因为每一个出版人其实野心都很大 我至少跟我爸提的时候 他说要做 后来我自己想要做 我觉得大家想说我不要做 我发现好像做 就是怎么去画那个东西 怎么去画一个线 我们要做到哪里 做到什么 然后我们再来考虑去怎么做资料 这是我想我们会做的 这是我们会做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 你现在看到我们很多大型套书啊 我们的内文其实全部都已经扫描好了 我们都已经做好扫描了 在公司里面全部都有 那怎么去做这个检索的部分 我想我们可能 这个工作可能会放在明年或后年 开始正式的做出第一步 因为我也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一方面 去思考这一方面 因为这个要先把那个 怎么做到什么程度 要先把它想出来 然后好不好用 然后再来去考虑 OK 那现在回答到这两个问题 谢谢 谢谢 没关系你还有十女 哈哈哈哈